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请主持人心悦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游情主角》 2018年底有一条暖心的报道 让人看后忍不住流泪 16岁姐姐患了白血病 8岁弟弟想要捐骨髓 但因为体重太轻而被拒绝 然后我弟就说他可以吃得胖胖的 可以把我吃好 这位弟弟的举动 让我想起了八个字 血脉相连 手足情深 今天的主角 也是两对血脉相连的一奶同胞 他们之间又有哪些 手足情深的动人故事呢 我们先来认识第一位 大家好 我叫邓明露 今年我九岁了 是不是那个棉花娃娃 哥哥邓明露是我们全家不能提的词 一提孩子的名字我们一家人都受不了 能让我马上死掉 我说孩子好了 我根据情愿 我一点遗憾都没有 之后我才知道他是为了我好 深深地给你们请上一功 感谢你们了 有请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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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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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我九岁了 只有九岁就把牧龟英的那个帅气豪气展现出来了 不是你连九十岁你都做不到 不 我也想学 你看你愿意修给徒弟他行吗 他就是笨一个 可以 你先教主动作 你先教主动作给这个余老师好吗 你先教主动作给这个余老师好吗 真的 老师好 我是能学啊 真的 我先教我教我这个 我先教他 我先教你这个你先教你一个你先看好了 接下来我要教于老师一句花木兰的前两句 好 那你教教我看 柳大哥讲的话 厘台片 柳大哥讲的话 讲话 柳大哥讲的话 柳大哥讲的话 柳大哥讲话 柳大哥讲话 第二句的 厘台片 这个好学 厘台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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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我们南方点 我来学一下 你怎么会这么好了 柳大哥讲的话 标准 厘台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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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今天明露扮上了 可能大家就不太好认 其实不扮上也未必好认 因为她跟当年 那个小童馨的时候 已经差了好几岁了 对吧 对 那个时候是2013年吗 对 那个时候就已经在 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上 和哥哥一起表演节目了 对 对 哥老师说的是那个年华娃娃 对 哎呦 真的好 哇 这是兄妹俩最后一次同台表演 那年春晚结束之后没多久 哥哥邓明赫就患上了 急性髓细胞白血病 原本经过两年的治疗 小明赫的病情已经逐渐的好转 可是谁都没有想到 在2015年4月28号的晚上 小明赫 因为病情复发 抢救无效 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哥哥明赫 临时一周年的日子 妹妹明露 曾经在微博上发布了一篇 缅怀哥哥的文章 我的哥哥 离开我们已经有一年之久了 想起哥哥 我的心里好难过 以前 我总像哥哥的根屁虫一样 做什么事都离不开他 是哥哥 带我一起学习戏曲 一直照顾我 自从哥哥走后 这一年来 我感觉好孤单 一句句简单稚嫩的话 流露着妹妹明露 对哥哥无尽的思念 邓明赫和邓明露兄妹俩 年龄相差 刚好两岁 哪小都跟着爷爷 学唱御剧 哥哥明赫 学得特别快 爷爷只要教一遍 他就能做得特别好 而妹妹明露呢 经常是教了几十遍 还练不好 明露每次被爷爷 严厉批评之后 都会躲进小黑屋里哭 这时候哥哥 就会跑进去陪他 耐心地再把每个动作 眼神一遍遍地教他 直到妹妹学会为止 兄妹俩就这样相伴成长 明赫在四岁那一年 就成为了林元春 类台赛的类者 妹妹明露也不甘落后 在三岁的时候 也追上了哥哥 成为了林元春 年龄最小的类者 兄妹俩在二零一三年 一起被央视春晚选中 在除夕之夜 为全国的观众表演了 儿童创意节目 剪花花 那年春晚表演一结束 明露就对哥哥说 哥哥 我们每年都来春晚好吗 明赫答应妹妹 只要你喜欢 哥哥每年都陪你上春晚 遗憾的是 那年春晚后 哥哥明赫就再没有机会 实现这个承诺了 因为患上了急性水细胞白血病 明赫一直在医院接受治疗 家人开始不让明露去医院 但在他再三的请求之下 妈妈终于同意可以去医院探望哥哥一次 那天 当明露跟着妈妈走进病房 看着躺在病床上浑身插满管子的哥哥时 明露的眼泪忍不住地往下流 而明露却笑着安慰妹妹 没事没事 等哥哥好了 就能带露露去玩了 那天以后 明露每天都在家 盼着哥哥哪天能回来陪他玩 可天不遂人愿 明露在熬过了四次化疗 挺过了一系列病痛的折磨之后 还是被病魔无情地夺走了生命 出病哪天 明露抱着哥哥的一向哭得很伤心 爷爷和家人更是悲痛欲绝 在小明赫去世一个月之后 妹妹明露在微博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 经常默默流泪 我看到的时候 他们总会说 哥哥因为戏唱得好 到一个很大很大的舞台去唱戏了 我要像哥哥一样 好好学唱戏 替哥哥完成他没有完成的梦想 从那以后 小明露每天努力练功学戏 终于在2017年 凭借实力 再次站上了春晚舞台 演唱了玉剧经典唱段 木桂英挂帅 替哥哥完成了再上春晚的音乐 接下来我们把爷爷请上来 我们想听听爷爷心里在想些什么好吗 好的 我们有请爷爷上一唱 老师好 平常去参加一些我们当地的一些细名的互动 明露就让他们奶奶抱着 他特别喜欢听 就这样慢慢的他才喜欢上了这个戏曲 后来一下子听说孩子带来这种病 确实我们实实在在的真的受不了 我也在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个病是有多么严重 是什么情况下你们突然发现的呢 2013年他们刚上完春晚 我们正要初一到家 初二去亲戚家的时候看到他的脸色发白 但是他的精神头挺好的 去我们县医院给他查了一个写上规 结果各方面都不正常 他说你们抓紧去北京吗 我们当前下午就到了北京儿童医院 当时腹部检查就说有可能就是白血病 也就是说实际上他和妹妹上春晚的时候 一切都还正常 只有一次感觉是有点感冒 感冒当时春晚上有医生支班 给他物理降了一下温 他就降下来了 第三天不就是春晚吗 医治孩子也没有什么事 所以其实在这之前没有任何征兆 一点征兆都没有 一开始我没认为这种病有这么厉害 我感觉只是跟着一般的病一样 慢慢的就会好了 后来越感觉也不是那么回事 他们真正的给我理解透过这个病的时候 我们一家就是像前汤了一样 所以爷爷我想问一个可能比较尖锐的问题 两个细节 第一个就是原来明和居住的环境 有没有就是房屋装修 新的装修对 有没有 没有这种我们都是租的老房子 第二就是他在整个排练过程中 是不是非常累 每天只有四五个小时休息 这个是不是的 因为上春晚的时候就他们那几句话都是我教的 因为一三年上春晚的时候我们去了就没有几次 人家剪花花那一般的舞蹈的小孩确实是出口 当时我见了 这两个孩子他们要是说这孩子累的这一点上我到现在我也想不通 爷爷我觉得有很多病情直到现在在全世界的医学界依然是难题 无法说出一个成因或者根本没有好的治疗方法 当时他们给定的名算当时是五个疗程化疗完之后就就基本上就完全好了 化疗完之后吧他们说没什么事了当时正好是马上中秋节 结果十一月份一检查坏了这个基因又上来了 当时我们感觉啊那心里边就别提多害怕了 我知道这种病特别特别不好治 所以爷爷你真的不需要自责 你的心情我们真的能够理解 因为你在这一个孙子身上已经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 等到孩子出现这样状况的时候 我想可能你是最悲痛最崩溃的一个 是的 为了能让孩子好 基本上听说过的我都做了 有人跟我说放生这一块也是对孩子一个好 人家买好的那种野鸟去市场上卖我一下子就给他们要了 就去放生 我想能有一丝一毫的能把孩子能看好的话 让我怎么做就行 当时我也考虑了能让我马上死掉 我说孩子好了 我根据情愿 我一点遗憾都没有 特别特别理解 是 我感觉现在其实家庭还没有走出那个伤痛 从明河不在之后 我一年多一直都是不怎么出去 每天都要哭上一两个小时 我才能发现我心中的这一切 其实爷爷我觉得你们已经努力开始往外走了 因为至少今天你站在这儿 你愿意跟我们说这一段过去 说孩子的名字 可能在这之前你连题都不愿意跟外人提起 也不愿意在这样一个公众场合说这样的故事 左思右想我也考虑了 不走出来也不行 你走出第一步是你把微信的头像改了 这是我们可能很多年轻人会做的事 我一开始我也没玩过这个智能手机 我也不会 在明河去世之后 我才学会的微信 在孩子的坟上我就说过 我说爷爷永远爱你 我说我的微信永远是思念 不会感 只要是在我的有生之年 那一次是一个艺术家 我们在一块见面 他跟我说 我一看这个微信 他说我的心都特别沉重 他说你能不能改一下 为了明路啊 我说我不想改 他说我还是给你改吧 后来他给我起了一个名字 叫凤鸣之路 凤鸣之路 凤是那个凤凰的凤 明就是明路的明 路也是明路的路 凤鸣之路 这是带着对孙女的一个既望 是 就不是再只是怀念的 还有对未来的一个 对就期许 这个期许改得很好 对翻篇很重要啊 我觉得 对 为了孙女将的将来吧 我就改了 改了但是心里怎么睡都睡不着 心里特别特别的难受 后来我我马上 我又把这个思念 加到这个凤鸣之路的后边 用扩虎扩住它 我的心里边就有一个理念 就是我活着的时候 我永远第一支持明路是凤鸣之路 第二我还要永远思念我的孙子 我记得 我的老乡有一个电影演员 蒋文立 他拍了和外公的一段 叫我们天上见 他是思念外公 其实爷爷我在想 会有一天 我们也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会在未来的 另外一个空间里 在天上 见到我们曾经朝思梦想 难以割舍的那些亲人 所以爷爷 为了那个时刻 我们更应该好好的 幸福地把剩下的日子过好 您说是不是 谢谢师姐 谢谢 我其实特想说一下 我们的小明路 我觉得他很懂事 所以爷爷 他那么爱戏曲 而且在这上面也很有天赋 你有没有想过继续培养他 让他在这条路上 像哥哥一样出类拔萃呢 自从明路离去之后 我们几乎我们家都听不到戏曲这种腔调了 后来吧 好多的朋友给我说 明路也是个唱戏的好描字 你也不能就这样把它扔下 还要继续培养它 你要是如果说你不培养它 孩子是也就不用往前走了 后来我就问明路 我说明路 你还喜欢唱戏吧 明路就说 他说我还喜欢 就是有时候一唱戏 就想起来哥哥 心里就受不了 当时他就跟我这样说 我是更难受 现在其实他学了好几个剧种了 是吧 对对 那咱就乐呵呵地给大家唱一段 好不好 好 来 这样 我点你唱好不好 其实我知道的也有限啊 就那几个剧种里比较熟的 京剧卖水 是一来月没有花彩 唯有这松八十客宅 趁兴远 胡帆便滚来 续里冬吃 那梅花开 好 让我来点一个 好 黄维系女驸马 这是我家乡戏啊 这得好好唱 我是安徽人 为酒里浪里一家园 水了黄帮 种庄园 种庄园 捉红泡沫 这功花好啊 好新鲜啊 好 好 有爱 你一定要敢说 你怎么会唱了吧 那就让他唱个小伴女儿吧 来 好 好 这种约理来是新鲜啊 大约初一头一天啊 家乡团圆会呀 少得给老的白鸟啊 也不论那男和女呀 哎呦呦呦呦呦呦 哎呦呦呦 走把那新衣服穿啊 哎呦呦呦呦呦 都把那个新衣服穿啊 哎呀 哇 今天两个战 我觉得这个唱得特别好 因为你特有二人战的那个劲儿 挺有那个外的 小伏子有两个的形容叫娇俏 对 所以我们要听一下爷爷点评一下 我觉得名录表现得如何 我感觉还是经济玉居比较专业 你看你看还往玉居那拽呢 这几个唱的也不错 露露你觉得爷爷在家里 是不是要求太高了 刚才点评的我看除了那两个 话没说完其他的都一般 他对我要求是特别严 可是到最后我才知道 他是为了我好 我的宝贝啊 我们家宝贝就没这觉物 赶快让你宝贝看这次节目 谢谢啊 据我所知露露学习成绩也非常优秀 品学兼优 你现在还是二当杠了是吧 还是三好学生 三好学生啊 两年 两年三好学生 真棒 我不是说是天津 两年 我还是会都不是 我老是一二当 还会被疫情 应该是一年 以后还会被疫情 也不是一年 我们学生 离家 不避免 没没 应该是不公开 尴兴 他二十八岁 身高一米四四 他二十六岁 身高一米九七 他们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 身高却相差了五十三厘米 他们就是高矮兄弟 潘春潘兮昭 在这个世界上 能打败自己的一定不是流影 而是自己 对于我们来说 只有接纳自己 才能面对更好的未来 有请欢迎七度角 大家好 我叫潘春 我叫潘兮昭 最多是哥俩是吧 对 如果是亲兄弟的话 你们身高怎么会这么截然不同呢 特别是你看这个哥哥长得多高啊 我才是哥哥 他是我弟 你是哥 你俩介绍一下你们的身高年龄好吗 我今年二十八岁 我目前的身高是一米四四 我今年二十六岁 我目前的身高一米九七 你先等会儿啊 就是哥哥潘春比你大两岁 是吧 对 然后你一米九七 对 对 你看一米四四 差五十来公分 你们俩带身份证了吗 带着 看一眼 我看一眼 随身带着 我看一眼 潘春 你看清楚一点 八九年 八九年生 对 然后潘春招九一年生 你再看两个人的弟子是不是一样的 一样的 还真是 八九年生人 九一年生人 现在经过雷老师的判定啊 已经业鸣正生了 没问题 确实是兄弟俩 但我还有一个怀疑啊 你们如果亲兄弟怎么长得也不像 因为我找了挺像我爸爸的 而我弟弟挺像我妈妈的 我觉得亲哥俩差距这么大 好像我是没见过 我活了五十多岁都没见过 这对高矮兄弟 从小到大 就因为身高相差悬殊 被村里人议论啊 你说 这兄弟俩是不是被人下了什么忠语啊 我活了 我活了 那我活了 还有一个人 谢谢你 还有电视远 这两天 我活了 这下 Aaa 我活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和弟弟确实长得不像 后来有一天 一家人坐在一起商量了很久 终于做出了一个决定 让兄弟俩去做亲子鉴定 那天早上五点 兄弟俩坐车去医院 这一路上 哥哥潘春一句话都没说 不管弟弟潘西招讲的笑话有多好笑 他都面无表情 因为他满脑子都是 万一我不是爸妈亲生的 我该怎么办 我还有脸呆在这个家吗 到了医院抽血试之后 潘春伸出去的手臂都在发抖啊 看着哥哥这样 弟弟潘西招心里也很不适滋味 他当时恨不得把自己的身高 截一截安在哥哥身上 化验结果出来的那一天 潘春一个人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 看着弟弟正在排队拿报告 那时候 他心里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如果检查结果出来 我不是亲生的 那就肯定不活了 这弟弟也够坏的啊 拿着报告故意沉个脸走向潘春 潘春一看他这样子 一想 完了 突然就闭着眼睛捂着耳朵大喊 我不想知道 不要告诉我 弟弟看着哥哥手足无措的样子 一不小心笑出了声 听到笑声的潘春睁开眼睛 看到弟弟在那偷笑 马上就反应过来了 他这是在逗我呢 我们是亲兄弟 潘春一把抱住弟弟 一边哭 一边笑 用他的话来说 那简直是一种 失而复得的感觉 从那以后 兄弟俩的关系 就变得更加亲密了 潘春我知道 因为家在农村 你这个个头也限制了你去找工作 所以呢 你很长时间是在家里干农活是吗 对 弟弟也帮了你很多 那时候我 我完初中以后 因为我个头比较小 都找工作非常艰难 家在户户都不要 我就一个人在家里 就也没有出去工作 有时候帮我妈妈放牛嘛 然后有一天我在山上放牛放牛的时候 我弟弟好像是回家了 之后呢 我远远的看着我弟弟从山脚过来找我 跟我说 你回去休息吧 我帮你放牛 那时候我弟弟他知道我没有工作 自己心里特别难受 而且和大太阳的时候 你就怕我晒走了 所以呢 他就想帮我放牛 当时我就说了 我弟弟他在外面工作也挺辛苦的 回来还得帮我做家务 我还得帮我放牛 我就感觉我弟弟挺好的 西张你看 哥哥一回忆 说你对他的好都感动得要流眼泪了 我估计哥哥也做了很多 让你特别感动的事对不对 对 我16岁的时候 我就已经差不多在外面工作了 每个月也会回家一两次 看看爸爸妈妈然后看看哥哥 然后每次回家的时候 哥哥都非常高兴 特别舍不得我走 那天 我记得是一个下雪的一个大冬天 外面特别冷 后来哥哥说 说非要送我 然后我说 外面那么冷 我说你还是别送我了 待会儿把你一个冻枣了 哥哥说不要紧 让我送一下你们 后来哥哥非直接送我去那个车站嘛 我走到车站之后 我说哥哥 你要不先回去吧 不要紧的 让我等你上车 我再回去啊 我上了车之后 哥哥还没有走 还在那里看着我 看着那个车子 慢慢地远离着他那个目光 我远远地看到哥哥 还在那里站着还没走 那个时候 心里就挺感动的 也挺心酸的 特别心疼哥哥那个时候 知道吧 当时心里就想 如果以后我有那个能力的话 我一定会照顾好哥哥 你们的兄弟亲生我们是深深地感受到了 但我还在想一个问题 你看同一个母亲生的 吃的又是同样东西 怎么会身高这么悬 你们问过自己的妈妈没有 没有 就是我小时候发了一支高烧 烧了好几天都没有 去了好的医院看 这是因为老腿里偏小 导致那个生长基数分泌或少 那你们家只有你们兄弟俩吗 没有 我还有两个姐姐 姐姐正常吧 姐姐的身高怎么样 都挺正常的 姐姐身高有多少 一米六多 也就正常的女性的身高 对对对 我想对于他们兄弟俩这身高 大家都会觉得像一个谜团 今天我们也请来了 专业的医生来到我们的现场 我们邀请到的是 清华大学育泉医院的 神经外科主任崔志强 崔主任 掌声有请 欢迎崔主任 你好 我们大家都特好奇 这兄弟俩感觉 确实是一个妈妈生的 也验过这个身份证了 可是这身高怎么就差距这么大呢 我了解了一下 这个兄弟俩的一些情况 第一个呢 哥哥说在小的时候 发过一只高烧 这只高烧呢 影响了他的基数的分泌 主要是生长基数分泌不低 我们临床上叫 身高矮小症 26岁这个弟弟呢 我看了一下 他的一些临床的资料 他应该有一个垂体线 一个肿瘤 但当然是良性的肿瘤 他们是亲兄弟 分泌不正常 应该是同步的 要么很低 要么很高 他们为什么会出现两个极端呢 一个高 一个低的不得了 他呢 经过一次发烧 这是一个始动因素 很小的几率啊 引起他的基数的分泌过少 这是一个偶然 弟弟呢 也是一个偶然 垂体线流的发病率 在十万分之七 只不过是两个偶然 放在一起 就是偶然上的偶然 几率是微乎即微的 我行医三十多年 做医生三十多年 做神经外科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 也就是说两个偶然 出现在同一个家庭 同一个家庭 他们的姐姐身高 都是正常的 因为他本身呢 他不是遗传性疾病 我就想问这个 就是说现在 这兄弟两个人的 这种身高差异很大 其实跟遗传没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 他们两个要是结婚了以后 再有下一代的话 也不会有任何影响 既然没有上一代的遗传因素 当然他的也不会遗传到下一代 那好了 好的 谢谢啊 谢谢崔主任 谢谢 刚刚我觉得崔主任 有一个解释 可能会让兄弟俩和大家都放心了 就是说 未来你们的孩子 并不会遗传这样的身高 也就是说 你们在选择另一半的时候 尽管放心 所以我特别好奇 你们俩现在的感情生活怎么样了 哥友有女朋友 潘春 曾友 曾友 喝喝 这乐的 那个 别乐 不好意思说 我就把她请上来得了 就是吧 来 掌声有请 欢迎 欢迎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你好 你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好吗 大家好 我叫李亚丽 我今年23岁 亚丽 你俩怎么认识的 在农在天的时候 她的宿舍门口就拿礼数鲜花 然后就跪着求我 是吗 对 跪着追我 拿礼数鲜花 关键是跪着求你 是吗 对 跪着追我 潘春 你说 你说 哎呀 潘春都不好意思玩脸捂着 哎 藏在弟弟后面 什么意思 本来我是刚生几天嘛 本来是不答应的 但是她说 如果不答应她就不起来 所以最后 没办法再答应了 我相处的时间长了 觉得她真的挺好的 嗯 就是觉得 她是我可以依靠的那个人 所以潘春要跟我们说说 你俩相识的过程好吗 在龙家天平仪式团 我们老板就把我拍在那个 前门有一个小分馆 我就附着那一块 每天白天 就去前门上班 然后结束了就回来 那时候回来已经五六点了 也好了好姐妹啊 她就说 潘春 你那个有新来的女生 赶紧下手 赶紧下手吧 然后我就跟我们大团长说了一下 我想在咱们本公司 好好休息一会儿 然后就她批准了 然后第二天呢 我就在我们老公司 就看见她在那练皮影 那时候感觉她在那练影 感觉练得挺勤快的 人也长得挺好的 好多方面都感觉挺温柔的 然后我就过去教她练皮影 顺便教她练皮影 顺便把恋爱也谈了 是吧 我特好奇啊 我觉得雅丽是一个挺清秀 而且挺害羞的姑娘 她这么直接的 你是不是当时 周末 显得好 但是没了 所有人在老公 那一定可以 跟我说 我讨厌 然后说 然后带谁 就像是什么 的 好像 那要不做一点打动人心的特别浪漫的举动 你说我们都回忆起来 哎呦这恋爱这么苍白 就这么仓促结婚了 是不是压力 有时候我想跟她弄一些比较浪漫的事情 她感觉不自在 然后也挺肉麻的 所以就害羞是吧 比较少 对 那你今天有没有想过 怎么跟她表达这种浪漫呢 真爱呀 今天有啊 我今天就想给她一个承诺 我今天 我今天想 想什么书呀 想什么书呀 这个人我问了吴迪峰就赶了 感觉你人生吗 我今天也给哥哥和蔚然的宝子准备了 因为我给哥哥一年也就建议两次面 今天做了一道比较家常的小炒肉吧 想送给哥哥跟蔚然的宝子 哦 对了 你是厨师 对对对 虽然他们在今后的生活中 其实在普通的生活 也能够得幸福美满吧 你和弟弟平时谁照顾家做的 我现在不在本家工作了 我弟弟现在一直在武汉工作 哦 所以一般都是我弟照顾我爸妈比较多一点 所以又精湛了啊 哈哈 本来一直都是 都是在进步当中好不好 干嘛 这是我弟弟做的 你很自豪吧 不但给哥哥惊喜 哥哥此刻你看 脸上透出的就是自豪 这是你弟弟 好了 哇 看看吧 两位 看一下 喂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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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可以非常怎么样呀 可以非常好 可以非常好 好 来来来 好 来来来 有话说 长兄如父 长姐如母 兄弟姐妹 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父母之外 最亲的人 所以才有了那句话 血脉至轻 手足寝身 感谢收看今天的有情数觉 我们下期再见 数千万资产 如何一夜蒸发 经历大起大落 又能否迈出 人生的关键一步 25年前 一位非亲非故的大哥 送给他一千块钱创业 25年后 他用价值千万的酒庄 回报当年的滴水之恩 三次千里寻找 最终如何奇迹般重讽